月季是一个出了名的药罐子 很容易感染黑斑白粉这一类的病害 那么很多话有反应 月季感染黑斑白粉 我们能不能够用多菌磷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多菌磷呢 它是一种广普性的杀菌剂 一般作为预防为主 它的内息性非常差 如果植株已经感染病害 你用多菌磷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 只能够作为日常预防 如果已经感染了 我们就可以用上这个好清闲 本甲皮桌子 两种成分复配而成 杀菌更广普 而且内息性渗透能力更强 可以入侵到植株体内 将植株体内的这个病菌给消灭掉 这样呢才能够有效防治黑斑白粉 如果是预防叶片病害 我们就一个月喷失一次多菌磷 如果是已经感染叶片病害 我们就要改用好清闲 本甲皮桌子了 5到7天喷一次 连喷两三次就能搞定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